要感謝許浩宜只答兩題 所以這樣子發展下去 你們搞不好會有兩個機會出來 OK 好 來 第三回合 第一個題字請看 兩人對譯 這個很針對的吧 對譯這兩個字 兩人對譯是幹嘛呢 第二個題字再看 朱玉賢 是我嗎 我 你覺得我 你覺得我愛你嗎 所以 我想先切了一下 因為你想亮了我才叫你 來 答案是 對耶 從頭到尾 你今天就自己配雜音 這個生活當中 很需要的這種人好不好 吳子綺答對沒有 好厲害耶 前面答題答不了多少 朱玉賢你也不用指望他 很快就有下一回合了 無努力 來 請朱玉賢 就位 朱玉賢同學 文化大學 體育CPA 沒錯 好棒喔 人生的經驗已經夠豐富了 對 二十八歲的你 兩個孩子到位 對 令人羨慕 好啦 只有三分鐘答題時間 可能要稍微快一點 好 要小心喔 來 梁挢拿到的題目 請公布 朱玉賢的題目分別由 棒球酒局下半 好 說的就是你這一次的遭遇 非常精彩的戲劇化人生 霧打霧撞的發明 聽說你用霧打霧撞跟大氣晚成 來形容你自己 對 大砲小酒窩 就是人家對你這個酒窩大砲的 一種形容跟讚賞 酒量應該還可以 沒有 酒量還不行 就是其實這個外號 也滿莫名其妙就出了 就是人家就只有酒窩不來 就是酒窩 就是代表的 小孩愛模仿說的 你剩下的兒子 兩歲的兒子 已經開始在模仿了 對 幸福的子女組合 就說你的一兒一女啊 對吧 賭城觀察家 你去拉斯維加斯玩過 對 好玩 對吧 員工旅遊 去年的時候 手遊冠軍牌啊 你有在打手遊 有 就是偶爾 胃病副作用 說的是你有胃食道逆流 應該是這幾年打球的 壓力價造成的 比賽吃東西 有時候都要吃快一點 因為怕人不低消 可能甚至有時候就可能就不吃 賽前那一站可能就不吃 因為有些人習慣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有時候會 飲食習慣混亂 是容易胃食道逆流 還有吃宵夜 沒錯 所以我再叫你 我久病整兩一了 來 我們從哪邊開始 棒球九局下班 來到棒球九局下班 請出題 請問為什麼棒球比賽 規定要打九局 A 縮短比賽時間 B 考量球員體力 C 保持專注最佳時間 我的答案是 A 縮短比賽時間 請說你 我啊 跟我猜得不一樣 我知道 請說 就是 因為之前在棒球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打二十一分 他是看誰先打到二十一分 然後 二十一分 對 因為之後就是打太久了 所以後面才會設立一個 是打九局的 你沒這樣說的話 我會選C耶 對 因為我覺得不是只有打球的 有任何問題耶 我們看也很累啊 對 你有沒有考慮要看球的人 真的 A 請揭曉 第二題 來 我選小孩模仿 兒子 對 他現在超愛模仿 他其實現在 現在我們只要播個應援曲 就是其實我們隊都有應援曲 他就會跟著跳 他現在都喜歡去看Lami Girls 好 小孩 來 模仿請注意 我的答案是 變色龍效應 C 請鎖定 不錯喔 你到現在兩題 才花了三十三秒喔 因為我覺得 變色龍就是他好像會因為 氣又還是環境去 隨時去變化 對 然後我覺得就模仿 應該就是靠 章魚 感覺也不像 黑猩猩應該也沒有 所以我就是覺得是C 變色龍 認為他答對了幾首 你看 我讓你還質疑了一下 沒有 我覺得 A也有機會 章魚真的會模仿 我猜B 他章B耶 你猜B 對 為什麼是黑猩猩 因為人 黑猩猩會學人的動作 黑猩猩會模仿周圍的動作 好像也很有道理耶 憲哥呢 B 哇 黑猩猩兩票 超儀耶 B耶 哇 黑猩猩三票 現在有三隻黑猩猩 三隻 三隻變色龍 只有你一隻章魚 這個敗詞 請揭曉 我們三個倒退囉 三隻變色龍 漂亮 美國杜克大學的這個研究 他們把72個學生 關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結果發現 當他們刻意叫一些人 比如你揉鼻子啊 或者是抖腳 其他的人就會開始無意識的 好像也開始搓鼻子或者是抖腳 那另外他們也發現 當我們有一些人呢 在跟這個對方講話的時候 你刻意去模仿對方的一些行為 跟動作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讓對方 對你這個人產生好感 這個就稱之為變色龍效應 因為人是一種集體的動物 我們就會希望尋求大家的喜歡 或者是讓對方更認同我 所以就會做出跟他類似的舉動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平常你要去面試 或者是你要跟人家談判 說服對方的時候 A可以在嘗試跟他溝通的當中呢 學習他的一些用語 跟一些姿勢跟動作 都會讓對方 對你這個人更加分 一萬在巷子頭 來喔 我們賭成 觀察家 賭成觀察家 請出題 請問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 不會看到 時鐘的原因是什麼 A 防止賭客作弊 B 為了留住賭客 C 遵循以往的慣例 小心喔 可能會有陷阱喔 賭客作弊 關係到一萬智慧新幣喔 2分05秒 我的答案是B 為了留住賭客 B 鎖定 這麼簡單喔 我在猜喔 你不覺得留住賭客是很直觀 你不覺得 A跟B在選 看有沒有時間是沒有手錶 可是他有時候 說不定他不會帶手錶去 他只帶現金去 你小心有點土豪心態 沒有 你有土豪的性格 他應該就是不讓你知道 現在幾點了 就讓你一直去 因為他好像都是24小時 所以你就讓你一直去 因為你待遇久就會投資更多 是啊 所以這直觀啊 認為他答對舉手 好 你為什麼不舉 周俊俊 猜A 對 我猜A 你也猜A 對 我跟齊王有同樣的想法了 所以我剛剛是A跟B在 請揭曉吧 答對 太想了 沒有陷阱 陷阱 幸好沒有陷阱 好 在賭城呢 是絕對看不到時鐘 也可以看不到自然光 也幾乎是沒有窗戶的 因為他們就希望大家 進到這裡頭來 你已經是輸到昏天黑地 根本不知道自己過在何年何月 就會不斷的瘋狂的下注 才可以把你留下來 而且呢 賭城其實裡頭非常的巧妙 他們還有一些風水獨特的安排 就是把整個空間打造的 包括他的空氣的清淨度啊 舒適度啊 是讓你這個人 會願意一直坐下來 就一直留在那裡 都不會讓你想要出去喔 而且甚至他們有一些賭城的人呢 會在他們的這個 吃餃子老虎的機器上面 噴一些激素 是讓你可以在經過的時候 增進你會想要賭博的那種情緒 甚至還會讓你感覺 你好像到那個地方 你就像是一個有錢人 可以無止盡地不停地下注 來 第四題 那我就選個幸福子女組合 幸福子女組合請出題 這位學家研究子女性別和數量 會影響到父母的幸福指數 請問下列哪一種組合最幸福 A 一男一女 B 兩個兒子 C 兩個女兒 這不就這三個組合嗎 對啊 我的答案是 C C 請鎖定 你這個一男一女為什麼不猜A 因為我覺得有陷阱 你覺得你不幸福 不是 我覺得有陷阱 我猜有陷阱 因為我有看你們節目 也也是簡單的 剛剛那個賭場的 你不覺得是陷阱 賭場還好啊 他留住客人 我是覺得 超答對的舉手 兩個 A 你為什麼不舉 我是覺得A啦 你覺得A喔 對 那你自己有幾個 還在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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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嗎 過年後也要生了啊 年後啊 對不對 還沒生到第二個 我也不知道 數年數寶寶耶 妳呢 我覺得只有B不幸福 其他兩個都滿幸福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妳在說我嗎 兩個都合作都不幸福 妳講 很累啊 媽媽很累啊 等一下喔 我有聽 我有幾個兩個 生兩個兒子 他們的確滿累的 請揭曉 最幸福的子女組合 是什麼樣組合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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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福的子女組合 是兩個女兒 雖然通常華人世界 都會覺得 一男一女 可以湊成一個好字 但是兩個女兒的狀態之下 其實大部分的爸爸媽媽 感覺上這個家庭 就是平靜和睦 因為兩個小女生 也不太可能 像兩個小男生一樣 很容易打架吵起來 而且小女生之間 又可以互相陪伴聊聊心事 而且通常女孩子 也比較願意幫忙 爸爸媽媽媽做家事 所以爸媽會覺得 兩個女兒剛剛好 但是哪一種組合 最不OK呢 倒數第二 就是有四個兒子 因為四個男生在一起 想就知道 一定很容易打架 吵架 鬧起來 但是爸媽的幸福指數 最低的就是 同時擁有四個女兒 因為四個女兒的狀態之下 女生之間又愛比較 所以很難資源 分配得很公平 甚至他們之間 可能也會有 互相有很多的爭鬥 所以這樣的一個 組合狀況之下 反而是爸媽最不喜歡的 第五題請選擇 大砲小酒窩 大砲小酒窩 請出題 從面向的角度來看 有酒窩的人 會有什麼特點 A 愛亂花錢 B 顧家愛小孩 C 容易招惹爛惱花 怪 老師說自己覺得怪 我的答案是 B 做效果 要不要鎖定 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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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他做效果 沒有 真的 他做形象 最後這個是好的 有酒窩的人呢 有酒窩的人都會喝酒呢 喝酒 不一定啊 十個有七八個都會 就是有研究 愛喝或會喝或很能喝 大概就只有這三種 結果妳 對啊 有研究嗎 有 真的 愛喝會喝或很能喝 有酒窩的人 我去試看看 到底哪 所以他怎麼可能 不花錢會喝到那些 對不對 招惹爛桃花 有沒有 男人不喝醉 女人沒小費 女人不喝醉 男人沒機會 有沒有 希望是陷阱題 陷阱題 我看是形象題 一定要A C兩個都是負面的 只有B是 只有B是 對啊 正面的 不會來用這一招看看 他剛剛說的 對啊 兩邊是不好的 對 只有一個是好的嘛 我選B 請揭曉 有酒窩的人 是不是顧家愛小孩 最缺答案是 當然這是在面相上面的說法 而且男生跟女生不太相同 女生通常有酒窩的女孩子 當然很迷人 所以就容易招惹一些爛桃花來 但是通常女生的酒窩 在這個臉的下半部 是已經代表中晚年的運勢 所以當你這個臉上 有一些凹陷的話 代表中晚年運勢比較不佳 那如果是男生有酒窩的方面 就比較不適合創業了 因為這代表男生的奴仆功 如果這邊有凹陷 代表你比較難以遇下 所以在創業的方面 就比較不容易取得成功 他有拿到禮物嗎 有啊 有 送我東西給你 來 送什麼 恭喜主持人的到的是 提尼咖啡沙智能恆溫請聚足 這個智慧恆溫清水性家 而且利用素乾環保的咖啡沙素材 觸感細緻又排汗 可以彈力施壓穩定又耐用 讓你睡得安穩又好眠 送給你一次我起來 恭喜好將我起來了 進行的是 四個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再按下 poner 小鈴鐺 很有趣 再按下